国外特区到底要不要扩大 引发了政坛的战火 台北市长红斌紧急地喊咖 决定特区扩大案提早夭折 国外区不扩边 总统府附近又有超高的建筑物 民众单不担心元首的安危 往往中使民调针对了 1016位的台湾民众抽样调查 数据指出将近有一半的民众 根本就不担心元首的安危 国外特区扩大案 台北市政府紧急喊咖 就怕战火越烧越大 不过国外区不扩边 总统府官邸附近又有超高建筑物 民众单不担心元首安危 根据往往中使民调指出 46%的人根本就不担心 而不知道没意见的则占了27% 至于担心的人只有26% 而总统和家人住的官邸 是否该搬离国外特区 没意见不知道的人有将近一半的比例 另外有38%的人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搬家 至于总统府该不该搬离博爱特区 高达57%的民众认为不应该搬迁 没意见的人也占了32% 认为总统府应该搬家的只有10% 至于好市长和马总统的关系 到底好不好 有30%的人根本就不知道 36%的民众认为两人关系普普通通 将近25比例的人认为两个人关系 相当友好而紧张关系的只有7% 此次民意调查有效样本 在1016位台湾民众 在95%的信息水准之下 抽样误差为正负3.1个百分点 只是调查当中不知道 每一间的民众都占了相当比例 看来不管是博爱特区 还是总统府总统搬家 都是官热民冷 最近台北综合报道